Hello, 大家好, 我是沙 好了, 我真的要結帳了 因為答應了大家在平安夜之前, 會講一個靈異事件 事件中的謀殺案是真有其事 空難亦有這件事發生 大家如果想知道哪一家航空公司 你可以在網上自己找回 但究竟兩者是否真的有關聯呢? 就由大家聽完之後去判斷 這間航空公司, 是非本地的航空公司 一間在東南亞, 以至國際, 無論在服務質素及安全紀錄 都有國際級數 雖然今次說的靈異事件, 一早已在網上封傳 但我還是不想打開它的名字 如果你自己有興趣, 自己去找吧 今次由我聲音演繹這個靈異事件, 驚爆雲燒 Are you ready? 就在九十年代, 有一班空中服務員連同機師 就飛到美國的洛杉基出勤 他們住在一間五星級酒店 當日整組隊應該是即日要走的 Suppose 就在Lobby 等齊人就Pick up 然後坐酒店車去機場 預早上飛機做事, 回自己的國家 大家在Lobby 等了很久 其中一位台灣籍的空姐 一直都沒有出現 老總, 即是空姐之中最高級的位姐姐 就叫酒店保安打電話上房 但沒有人聽 於是保安和老總一起去台灣空姐房間打開門 打開門的時候, 見到沒有人 他們就走開窗簾、浴室 衣櫃打開了 竟然被他發現到 他已經死了 而且是頸上有些辣過的痕跡 就已經死在衣櫃上面 人家用來擺枕頭、擺屁 酒店職員立即報警 警方立即到場跟進和調查 死者正正是台灣的空姐 經過警方的調查 死者的手指甲上留有 這班機一位男同事的皮膚組織 警方很快就破案知道誰是空手 而航空公司事後也安排 這位空姐的遺體 找回台灣給他屋紀人 死者的媽媽很傷心 有同事去送殯的時候 見到他媽媽哭著對著死者說 女兒, 女兒, 你死得好慘 我現在幫你穿上全身紅色 你一定要化成麗鬼回來報仇 明月曹光, 遠鬼風呂蕩 夜更深無根汗 游魂躲偏 妖靜生老奢 沉捏堤堤深 陰風吹冷月光 就是2000年 2000 年 10 月 31 日 這一個日辰屬屬者的死記 航空公司如常运作,正准备在台湾飞往洛杉基,航班号码和女死者做过航班的航班号码一样,是006 当日在台湾打着大风,原定要在10.55分Departure 飞机门还未关上,机长打电话问老总,为什么还未关门?在等什么? 老总收到一个在经济客仓的空姐报告,Yconomy少了客人 坐在40A,不见了,老总在头等见到一个女乘客 站在飞机前面的头等机仓的厨房,在找他的文件 文件是一张Crew List,即是华国航班工作人员的名单 老总就叫客人回自己的位置坐,飞机很快就起飞了 由于当日台湾打着大风,Cockpit 即是飞机控制舱 的窗口能见度很低,而且看不清楚外面跑道的情况 加上不知为什么,机师和外面机场的Air Traffic Control人员 通话的频道好像有很多杂音听不清楚的说什么 终于飞机就駛了入一条错的跑道,撞到一个障碍物,让成空难 令飞机爆炸 当中有79个乘客和4位员工殉难 事后航公司高层会见身患的职员,展开内部调查 问当日老总,为什么这么迟关门? 因为发现有个乘客从Economy 上来,找他把Core List看 老总就叫他到自己的位置坐 高层问,那个客人坐在哪里? 当时另一位Junior说,那个客人坐在40A 高层说,看看乘客的List,40A应该没人坐 老总问,你会不会看错?Junior说,应该不会 乘客全身穿红色 突然间老总想起一件事,Shit 他记起,其实女死者出品那天,他也要去 天没人家 准备 他中的男人 是 不认识 未经议 未经议 未经议